是这样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事件 其实已经发生16年以前了 你说刚才谈那个卖货的吗 不是 我是说我这边的这件事 你说你这个故事已经发生在16年之前 对 然后我在去年的时候也问了律师 律师的意思是如果我没有新的线索 或者就说有新的一些东西的话 那这个案子就不可能再去翻了 就这个案子反正也是 你说吧 就是反正也是医生的这个关系 就首先就是是属于就是 我就是家里是红三代 然后我爷爷也是从抗日到抗美援朝回来的 别落敏感 你就说你自己的事吧 就是反正就是 就其实就是我爷爷80多岁的时候 当时就是身肢肤很硬了 然后呢当时就是就觉得胃不舒服 然后去做了一个胆结石的手术 然后反正倒是就是正月15周做的手术 正月16人就没了 然后当时在做手术之前 也是找了一些的媒体啊等等的 又过来采访吧 就这个那个的 然后在做手术之前 嗯 因为他 之前为什么找媒体啊 因为就是医院想要做一些宣传 因为是老革命 然后对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 那是什么原因呢 手术意外啊 还是咋的呢 呃 但是当时我知道的是 当时这个手术其实应该是院长去做 但是当时我们知道的是院长把他女儿叫回来了 可能他女儿当时是刚刚那个医学院毕业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是他女儿操到的 然后晚上里面 刚毕业你这就扯了 刚毕业你不可能上手 我不知道这个这个确实反正当时我知道当时我父亲是签的这个手术之前的这个单子 在签之前的时候就是任何一项检查 因为当时确实我爷爷身体非常的硬朗的那种 嗯 然后就是当时反正是就是做的这个腹腔镜手术 然后在术前签字的时候 没有一项说是涉及到人生生命安全 就是前面的检查呀等等 就是在之前不是都需要那个呃 签字吗 然后就是因为正月十五做的手术 然后正月十六人没了以后 他们就把这个手术下面的病治给改了 就在后面加了一句 是有涉及到人生生命安全的这一块 啊反正就是到了后面呢就是我们本来呃但是当时我刚上大学 然后反正就是这件事就没有走各种程序就直接医院赔了三万块钱就说这个事了了得了 然后就我我们家里人当时就也没有在追这件事 但我其实等到我稍微大一点了以后就是了解到这个东西就是不能说就是这样不了了之的但是我不我不知道就是这件事 比如说家里收了这三万块钱我这个事是不是就不能追下去了 但是我问律师的时候律师说你没有一个新的就是没有新的一些证据啊等等的这种就是反正他给我的反馈就是可能查不了 首先这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 对 啊16年 对08年的事 08年的事情 08年的事那你这些年都干啥了 就是我家里面人觉得就是毕竟家里所有的亲人啊就是孩子尤其都在这个单位里面上班 然后这个医院也是属于单位集体这种的 所以他们就不想把这件事闹得很大 然后又耽误到自己的子女 但是我就是我一直秉承的就是我这件事不能 那你现在我现在没听懂 那你现在你觉得这是个什么事啊 我觉得嗯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 然后就这样就其实我 你别套buff姐妹 医疗事故就医疗事故 对但是医疗事故这件事情 首先你是改病制这个在先 然后你就就落医疗事故好 别落那个没用的 那那所以我现在就是除了就是如果说我真的就是没有新的一些就是东西的话 我是不是就不可以再首先你这等于你等于就是你你现在你现在聊这个东西等于说啥呢等于说你怀疑他医疗事故是人为的要有要找一个这个负责任的人对吧 最后我跟谁说这话吧你是人为的无论是你让你女儿来或者你怀疑 那现在你有没有实际证据能证明是他女儿做的 或者是没有这个经验应让他做 我我没有这个证据 你没有这个证据的话 你单纯质疑谁去给你取证 你质疑你不取证吗 对所以律师也是这个意思 这个东西法律上来讲就这样的 你怀疑怎么怎么着姐妹你得有证据 首先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就从这个客观角度来讲啊 呃我可以这么说 如果他真当年用他女儿一个医学刚毕业的学生去干 你认为他想得到什么 通过做了这么一场很多人关注的手术 成功的手术去获取他医学生涯的名声吗 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 就算这手术成功了 明天也得问他个医学院刚毕业的一点经验都没有 你让上次这个不禁要问 能让他整个职业生涯直接葬送掉 能当上院长不管哪年的 不至于傻到这程度 明白吧 这事是手术做失败 做成功了 他如果是真实教他女儿做成功了 他问题更大 直接葬送掉 他全家的这个这个生涯都很可能很可能的 明白吗 所以你现在想的这个这个方向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不合理 你的怀疑不合理 他动机甚至都不成立 明白吧 就哪管说你有这个动机 而且极其是啥 咱们在研究身研究 首先你的怀疑非常没有道理 当然你说我做场手术 尤其是我爷爷还是属于这么重要的人 对不对 你说我心里不甘 我就是我就是认为他们有什么问题 尤其这手术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风险的手术 你给我弄成这样 我不满意这个事是可以理解的 我不满意 我要说法 我要人给我负责 甚至我说不好听的 我要 是这个心理 对你说我要人给我负责 甚至我说你给我赔命 这个我说白了 有这个心理是合理的 但是前一场 他得是你得拿出来的符合法律 明白吧 首先手术有风险 这个话不用说 这个话不用说 时至今日 你医疗也发达也啥 你手术一样存在风险 明白吧 第二个 你这么受关注的一场手术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如果社会关注度这么高 在08年的时候 手机什么短视频 自媒体可都啥也不是 电视台采访 那已经是属于最高规格的关注度程度了 是的 在这种关注程度上 我告诉你有任何一丝闪失 都是对整个医院 甚至所有参与人员的未来前途 我说白了 你爷爷的这个身份 套完了以后很重要 但是如果说同样情况来讲 这些人 所有设施人的 他们的人生 他们的家庭 也没差到哪去 他们也同样重要 他们也不是什么坏人 他们如果在其中 如果故意马虎 故意想去怎么怎么去做的话 这个行为就太傻了 完全不知道 明白吧 所以说你现在 你现在你的怀疑 他们有没有这个动机 动机这块就不成立 然后再问你有没有证据 证据没有 你再拿这个话说 你再拿这个话说的时候 拿出来说这个话的时候 姐妹 你有点跟你爷爷脸上抹黑了 我现在唯一的证据 就只有当时他们改的那个兵制 就是术前 对 改兵制 改兵制 里面就是所改掉的内容是啥呀 就是他们加了一句 就是在到最最后那边 那个加了一句 那个涉及到了人生 那个生命安全的这一块 因为就是整个字体啊 什么什么等等都是不一样的 通过字体判断是加的 就是因为它上面和下面的字 颜色等等什么的全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 熟写版的 都是熟写版的 那会都是熟写版的 然后而且那边当时 反正我不记得当时拍面拍照片 但是当时确实 那个病治反正现在还留着 嗯 就是它是一时两份 还是一时一份啊 两份 两份 那他把他那份加上 怎么把你那份加上呢 不是都是 都是一起的 都直接是完事了以后 才给到我们的 就是因为当时做完这个手术 到完事 因为做完这个手术是 呃 做的时候是正月十五 然后十六的时候人没的 人家十六的时候 给到我们的这个签字的这个 就是这个原件 啊 给你是十六号才签字吗 不是 是那个手术之前签的字 手术之前签的字给你两份 手术之后他要改的话 他怎么 怎么把你手的那份改掉啊 但是他就是十六号给的我们 因为我们签了 手术之前你签了没有给 一时两份东西 当时当场签完了 不给你手里 没有给到我们 对 没有给到我们 呃 你怎么证明你是十六号拿着的 怎么证明 因为办当时所有手续的时候 当时给到了我们 哦 然后你当时我们家 你当天你说我现在发的东西 我手上我就不收来 我现在立马报警 不对 你这东西凭什么现在才给我 对 对 所以我们家当时在闹这件事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件事去闹的 然后他们当时是给了钱 不是这个钱是你私下和解的钱 姐妹 这钱不是法院判他有责的钱 对对对 是的 所以你能 你能 你能 你能稍微懂点法律吗 我 所以我现在的意思就是 就是这个这个钱是人家医院给你的赔偿 不是说对于他法律判他们 他们他们这个什么 比如说是操作过失啊 还是找没经验的人员去给你看的这个病啊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在咨询律师的时候 就是我也想问 就是说这个东西那 首先那个当时的时候不是已经收了这个钱了吗 你收这钱的时候这是啥钱呢 这是让你消 这是让你消气钱还是和解书啊 没有和解书 就是只有 没有和解书这钱是啥钱啊 就 所以就当时是医生就是直接给到我们家里的 就说你们就是不要再再去 就是不要上访 或者是不要再网上找 就是你没签字吗 没有签字 什么都没有 没有签字呢 那你为啥你为啥说你收了啥钱呢 反正就是那个听家里面说的 我信吗 那反正这间 不是前面咱的严谨呢 对吧 对 我如果如果这次我们没没这个样子 我也不可能这样说 因为反正当时我大学 咱也不愿意凭空凭空去编造一个这个东西 可能你家里人没有选择对你说 首先和解的话 08年可不是什么远古时期 和解的话 你拿钱必须签字的 否则医院给你这钱 你说 行你说拉倒了啊 说好了君子之约 君子之约一言为定 不可能的 明白吧 08年你就上大学了 现在你老大不小了 这点基础法律知识不懂吗 和解你不签字 完了我把钱直接伸你手里头 我反正没有听说有签字这个环节 我知道的是确实 没有听说有签字环节 姐妹你从头到尾 现在竟听对你有利的东西 没证据东西 你都得那啥 你都得出来不禁要问了啊 对吧 你有听说啥 你听啥重要了 就现在咱客观听着一个事 和解了不签字 钱给你啊 不签字能给你钱吗 不签字怎么和解啊 你不你不同意和解 当时继续往上闹啊 为啥要收三万块钱啊 你这怎么全是bug呀 他为啥要安排一个 医学刚毕业的学生来 他给你手术成功了以后 不得不禁要问吗 啊 你在拿 你在拿我们最亲最爱的人 去做做实验吗 不得问吗 他为啥要干这个事啊 他有必要在你这件事上 刻意的马虎吗 对他来讲有什么好处啊 反正我现在 我现在想问的一堆的问题 也是您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你现在说的全都是 你现在说的 你现在想问的一堆问题 你现在你刚才上来说的啥 实际上的事 我现在还能不能追究 你现在不是说 当时这个问题 至少不合理 好吧 对 就是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些 但是我现在听到的这些 你可不是不知道 你当我面说的这个话 你可不是不知道啊 因为我看见的这些 我甚至刚才听你说的里面 我以为钱塞你手里的 我是听你说你家人收的 我才知道 这钱原来不是塞你手里的 因为没事 我就反正现在是 我知道的这些是这些了 就像你刚才问的 你知道的是片面之词 四个字写句 你知道的是片面之词 明白了 你问你家里去 谁同意的 凭啥同意啊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三万块钱给我拉倒了 我也想知道 那你问你家 你问我干啥 我是你家长辈啊 我可以认识 那我便要是 你家长辈啊 你这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